台北市员徐晓鑫在今年5月的围停争议是闹得沸沸扬扬 没想到现在又被民众目睹到交通违规事件 他的宣传车在大安区要左转时 因为太晚变换车道了 押到双白线遭到检举 交通分队依法开出600到1800元的罚单 对此徐晓鑫的回应 是助理开车不小心已经提醒了 按了喇叭也挡不住后方车辆硬切进他的车前 驾驶只能紧急踩刹车避免撞上 只见对方不只连续切两个车道 最后甚至违规跨越双白线左转离开 仔细一看这台白色面包车 还映着台北市议员徐晓鑫的头像 民众已向警局专区系统检附违规 已向资料警局 因有压到路面双白线 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8条 违规变换车道 这样的行为可处600到1800元罚还 金额虽然不多 但是徐晓鑫被民众目睹违规事件 不止这桩 其实一转头恰巧看见 站在路边等车的徐晓鑫 这时有部黑色轿车 慢慢停在他的前面 只是这个地方不只是公车停靠区 还是红线 如此可能吃上300到600元罚单 后方驾驶被他挡住 按了一声喇叭驱赶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啊 所以你对于说自己的行为 就是要有一个高标准 一个高规格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要求 不管谁犯错都是一样嘛 我相信大家他自己心 自己有一把尺吧 种种行为实在引起用路人愤怒 又让人想起今年5月的 微庭事件 即使不缺钱付得起罚单 但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这回徐晓鑫学到教训 马上道歉 表示是助理开车没注意 已经提醒 虽然不是严重违规 但种种行为都被选民看在眼里 就这种报道